我摇很多了 一边摇中华民国国旗一边吐血 我看你摇你也没有吐血 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话说的酸溜溜 原来都是因为驻的代表谢志伟说过 他边举国旗边吐血 甚至之后又发文表示 他要改成边举国旗边躺血 不过此话一出也把吴钊燮推上火线 就任之前效忠国家 就任之后看得到国旗的头发 这种的作品这种的公法 我们台湾有很多人 共同经历的这个历史的记忆 那他是把这个部分的心声写出来而已 他拿着国旗心里面想着台湾 这个有什么错 国民党立委群起炮轰 外交及国防委员会15号发函外交部 要求谢志伟下月22号反台报告 却传出被吴钊燮直接拒绝 我想这些误传 这个我们还在沟通当中 德国刚刚进行国会大选 他们的内阁还没有组成 在这个非常关键紧要的时刻 我们在那边需要有一个大使在那边坐证 三个礼拜之后才能够到立法院来 那这种行程的安排是否投当 那我们都必须要经过谨慎的这个讨论 吴钊燮强调并非拒绝回台而是时机不恰当 不过谢志伟这番话是否又会挑起两岸局势紧张呢 根据最新民调问到现在要如何维持台湾的军事安全 47%民众认为应该先优先改善两岸关系 大于34%的民众认为要强化于美国关系 8%其他10%没有意见 这个民调应该可以换个角度来说 是因为大多数的民众认为台美关系的进展 已经到一个阶段了 也许可以来考虑如何也能够改善两岸关系 而不是说只重视两岸关系大于台美的关系 蓝力立委各说各话 不过在欧美各国抗中浪潮下 台湾拉近跟各国的关系 恐怕要付出两岸持续恶化的代价 环宇新闻 蔡宇智杨纸玉台北报道 从台湾视角观察全球 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 我是何荣 每周三 周六 晚间九点 我在环宇全世界 2.0全新出发 带给大家崭新的国际观点 请锁定环宇新闻台